爵士好公牌行榜 谁是你永远的榜首 这波专属定制的公控天堂 公控姐妹千万不要错过哦 这次的第一名必定是一年生理的钢炮 堪称丁妹心中的宫戒天花板 第一个俗点是对老婆简直言听计从 满心满眼只有老婆学长 即使因为太想吸引学长注意了 不小心惹学长生气 但只要学长一句话 各种射死惩罚 饭店大声被堂尸 无限下蹲什么的 钢炮甘之如鱼 说干就干 学长罚他吃辣椒饭 人都走了 他也乖乖吃完 学长随便拳一句吸烟不好 人都不在身边 他也牢记在心 即使学长只是打打嘴炮 让了泡泡海水冷静一下 他转头就是一猛子扎进海里 把学长的喜好刻在DNA上 那就更是基本操作啦 第二个点也是最可贵的一点 就是钢炮绝不搞冷战 就算有误会 也会第一时间解决 第一季时 暗恋的心意被学长知道后 即使自己发的消息都被已读不回 被学长各种回避 他也还是想要当面解释清楚 第二季宠妻力度更大 宁可牺牲一只手臂 也想要获得解释的机会 如果让老婆难过太久 那就是我的错 也绝不允许老婆自己之间的 绝美爱情参杂一点点误会 其次 钢炮还对学长有着无限的尊重和包容 还没开口表白时 害怕自己的爱意会让学长为难 所以即使学长都已经在逼问他 是不是对自己有想法了 他憋红了眼 也强行忍了下来 只敢在夜深人静时 吐露自己满刀要溢出的心动 自己即使要出头的表白 被学长挂断电话后 他明白了学长的意思 即使自己心通到爆炸 也逼自己远离 不再打扰 即使偶遇 也只是默默把店里 最后一杯粉红奶洞留给学长 独自走开 最后最后 也是最戳定妹星巴的就是 钢炮那些隐秘庞大的暗恋小心思 喝头尝一口学长爱喝的粉红奶洞 学长分橘子多给他一个 就能高兴个半天 学长亲自给他戴的白色手绳 他当宝贝一样戴到须黑 盘到包浆 这些小心思 直接让钢炮自带800米痴情滤镜 绝世好工天花板 真的爱惨了 第二位呢 就是永远的第一名 你的暗恋天花板高士德拉 儿时小一的一句安慰 他念了整整15年 在他心里 小一就是自己的救赎 从小努力次次考第一 就是为了引起小一的注意 当他看到小一因为妹子伤心 以为他要做傻事时 会立马跳下去救人 即使小一疯狂输出骂人 想被揍吗 他关切的心思 时刻挂在脸上 眼看小一遇到暗恋妹子尴尬 他直接二话不说 上去把人直接搂走 要挟小一当自己的贴身疏童 就是为了让他忘掉失恋的伤心 顺带借机让自己从死对头变成朋友 作为笑意的表格助攻两人感情 让小一知道了高士德的心意 高士德第一件事 是害怕小一会讨厌自己 所以他让小一来选择两人的关系 而在两人成功牵手后 他们又遭到了小一的父亲的阻拦 被迫离开五年的高士德 只能开始追欺活葬场 被老婆扇打鼻斗 扔东西 摔黑脸 任打任骂 便捷哪怕一句 捂住他的嘴巴默默哭泣 直到两人的误会终于解开 高士德再次成功追欺后 他更是把小一宠在了心尖尖上 还献出全部神家作聘礼 只为求得小一老爹的认可 承认自己这辈子注定会输给老婆 我可是在发现自己喜欢上你的时候 就把整个人生都输给你 嗨 他输给你 你输给他 我输给你们 行了吧 第三位是Color Rush的韩国小伙 高友涵 老婆言语是这个世界观里特定的色盲群体 而友涵是能让老婆看到色彩的天选之子 在这个世界里 色盲群体会天然地对这类能让自己看到色彩的人 产生无穷无尽的占有欲 甚至失控到会去绑架去囚禁他们 可面对一眼就爱上了老婆 友涵还是无所畏惧地靠近 他原本是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的性格 在遇见笨蛋自闭老婆后 会默默共情老婆从小看不到颜色的无奈 会极其敏锐地察觉出 老婆为自己特殊体质的伤心难过 所以他才会在老婆想要退缩逃避的时候 紧紧抓住他的手绝对不放开 更会主动戴着墨镜去感受老婆眼中的世界 告诉他眼前的黑不是黑 暗色的世界其实也很美好 而且友涵他完全不顾自己是否会陷入危险 一心只想靠近老婆 带领老婆领略五彩的世界 还每天穿不同颜色的衣服 各种色卡随身带 甚至约会地点都是充满着色彩 而他做的这些就是为了让看到颜色的老婆能够开心 当老婆直接对友涵坦白 自己真的对他产生了阴暗的想法时 友涵表示 要命干嘛 要自由干嘛 我要老婆 直接坐等老婆来绑自己 看到老婆克制自己没有行动 还为了不伤害友涵打算自我了结 友涵果断抛下了一切来找老婆私奔 试问这样的深情专一老红谁能不爱 好啦今天就先谈到这里 当然爵士好工千千万 每一位都有自己不同的魅力 所以姐妹们可以尽情在评论区里 安利你们心目中的好老公哦